各位晚上好,軍事行動遲了一點點,因為要打理剛剛那隻WOWOW 可能年紀大,跟他上樓的時候,他突然間失禁 所以搞了爛餐糞的事情,阻慢了我們那五分鐘的廣播,搞到現在半個小時 當然,馬督尿不會那麼久,還要翻溫一下一些資料 所以在這方面,遲了一點點,不好意思 今天跟大家談談,就是在現時的情況裏面,香港的情況 我就很高興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有正面的改變 從2019年的那個陰霾,在心谷下面跑出來 今天呢,是何華老師搞了一個節目,是小朋友畫畫,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昨天呢,ATV有個節目排舞,我也出席了這個節目,很多好朋友出席 就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這一年呢,是2021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到今年2021年呢,是100周年 所以經常說是,中國將會慶祝兩個100周,100年的 第一個100年呢,就講共產黨由1921年到2021年,曾經也都是未達到這樣的日子之前,早幾年 習主席就說,我們必須要整頓好這個黨風,不要變成為腐敗的一個政黨 如果是拿不到人民的支持,這個黨就是沒有用,那就會滅黨了 所以,當時的八大條也都出來,是警惕所有的共產黨黨員呢,不能夠過著奢華的生活 出來去應酬也好,吃飯也好,一定要節約,無論怎樣也好,一定要重歸正路 所以呢,就是那時候說,咦,共產黨會不會過到100年啊,你看看蘇聯啊,蘇維埃那個共產黨過不到100年 有預言說呢,就是說,共產黨也都很難排得過這件事 畢竟,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如果你是做一件應該要做的,對的事情 你只要在這一方面擇善固執,必須會成功,所以今年是100周年的黨慶 第二個100年是什麼呢,就是新中國成立1949年,去到2049年,就是第二個100年 那個還有20多年才會到,畢竟在現在的共產黨領導中國下呢,很多都是有計劃而進行 今年是第14.5年的計劃,這個14.5計劃裏面也是帶出了,在創科啊,在各方面一定要自強不息啊,要做好它 2025年就是中國製造,在各方面的成就,我們都取得是長足的發展 那這件事又恕不簡單啊,是吧?科技的噴井,剛剛就昨天的新聞呢,這個方舟二號呢 那個太空艙也都要,第二部分呢,就送上太空 在2022年的時候,我們的太空站將會是唯一在外太空運作的地球太空實驗室 這個呢,可以說呢,就是傲視同群,當時九十年代的時候,上一次我有一個 特別講這個,中國的太空事業發展 早期的時候,人家要射衛星上去,我們1957,1958年的時候也都 訂立了一個國家的策略,我們都要送衛星上去 於是在1970年的時候,終於是 東方紅啊,就這一隻衛星送了上上面 然後,在那裏摸得成熟的那個送衛星之後呢,的技術呢 就80年代就賺錢,將這個科技變成為商品化 跟歐洲,亞洲,美洲,美國都找我們去射這個衛星上去 那如是者賺了錢之後呢,就再要改善自己的那個航天科技 那到這個新世紀的時候呢,我們能夠逐步逐步打動 有三條線,就是搞定那個衛星的主軸之後 然後有三條線 一,就是做太空的那個實驗室 二,就是登月,三,就是去火星 那在今年這個成績,可以說是三個成績表都一起有 近這幾年,那今年是有三個成績表 連同這個降落火星,我們的天問一號 還有竹融,這個竹融號的Rover 是在火星上開始巡邏 所以你看得到,只要是肯堅持的話 就算人家怎麼打壓你,或者阻撓你 講這個太空艙的問題 美國佬見得我們八十年代 那些科技呢,真是不錯啊 射衛星的成功率很高啊 那就,將我們隔絕於參加這個太空站的建設 唯有我們咬緊牙關 最後呢,就是現在他們那個用緣 將會在明年會掉下來 即是掉下來的時候 我們那個呢,也都會在2022年呢 就組合成功,就進行我們的太空事業 另外呢,過去三十年呢 美國做的那個巡,就是擾,降和巡 這三部曲火星的那個計劃呢 我們竟然是短短在五年的時間裏面 是完成了這個工作 這個真的相當不錯 即是證明了什麼呢 只要你去集中精神去做好它 只要你是有自己的一個中心點 能夠可以 舉全國之力來一起做一個工作 不要心散呢 只不然是會做到出來 包括香港也是 舉全國之力來去 將香港二次回歸 進行這個這樣的 就是打鐵環需要自身強 將香港來去 去重新協調好它 在這個禮拜 剛剛禮拜四呢 通過了這個完善的 選舉辦法 這個制度 那我們在今年9月19號 進行這個改選 就加入了選委 然後12月呢 我們會的立法會裡面 選舉呢 就會有三條 三種形式的途徑 進入議會裡面 那這些一步一步的這樣 你會見到是這樣 即是 逐頁的揭開 你看到那個成就 說不簡單 剛剛又看到這個 非洲對開馬達加斯加群島 對上那個 那裡 那裡 那個 那個客家人很多的 居住一個 前英屬的 一個 一個島 好像是塞爾島 還是塞班島 我忘記了 中文我忘記 Celsis 那他就說 他們現在要重新啟動經濟 開放那個 旅遊事業 就是多謝 有奶 這個 疫苗 那疫苗呢 就是 降低了那個死亡率 降低了那個感染率 凡是有打過針那些 都是受到保障 那CNN訪問他的時候 那個 女主持呢 都有偏袒成份的 他就說 喂 是不是 真的這麼厲害 你現在用的那隻 是什麼疫苗 是誰的 哦 這個 這個 一個 一個 也都用這個 Sinovac Sinovac 還是Sinovac 那 那這些 就是 是 用來去做 種疫苗的 那 那個CNN的 女主播 就問 喂 是不是就是 你跟人賣廣告啊 麻煩你申報啊 利益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還是你收了利益之後 來吹捧他呢 他說 不是 我這些藥呢 都是別人捐給我 誰給我呢 就是 UEA給我 就是聯合猶長國 和這個 那個 印度送給他 那個 Astrasenica 所以呢 就沒有任何 廣告成份 受了別人 因為 專門講好說話 事不離實 就是什麼呢 就是 這隻自己的疫苗 來自於中國的 也都很厲害 當然 美國佬有多少 有醋味 對不對 CNN 無論怎樣都好 現在美國 是和中國之間 採落了 是一種 完全白熱化的 對立面 那這個呢 就沒有辦法避免 那要講回頭 我們 這個周末裏面 和這一年裏面 看到 無論是中國的變化 香港 從這2019年的 陰霾走出來 是去到 今天的 相對平靜 和 穩定的局面 這個都是我們 對自己的文化 對自己的 那個前路 對自己的 國家 是 有個信心 也都不是說 空談 在目前的情況裏面 大家都很努力地 一陣一陣的 那個科技的成績表 無論在醫學 太空 軍事 甚至乎這個 量子動學 動力學 甚至乎這個 製造新的太陽 哇 人造太陽 可以有成 一億二千 二千萬度 這麼高的高溫 究竟怎麼做到地球 哪裏有這樣的溫度 太陽 都沒有這麼高溫 為什麼可以在 那個博士裏面 做得到 有 一億二千萬度 這個我都摸不清 不過從文章裏面 看到就說 他用一種 是 超級的絕緣 真空的情況裏面 是用 用 一億分之幾 秒裏面 來去 那個叫 降低的溫度 跟著 他現在高溫 和宇宙 最凍最凍的溫度 負272 那就是274 那他現在就可以去到負269度 來抗衡那個溫度 短短的 將那個 核聚焦的 那個變化 來去 去 產生 在那個大的溫度裏面 圓筒 好像donut shape 那樣 就在那裏做一個 核聚焦的變化 一爆爆起來的時候 釋放出那個溫度 是一億二千萬度 那就用這個 這樣的 宇宙最 算是叫做最低溫的 一個這樣的情況 作為一個 守一陣 然後再來一個 絕緣 的 真空狀態 那我都摸不清 那宇宙 根本都是真空的 是不是 那怎樣將它那個絕緣呢 真空是可以 成為一種絕緣之一 但是 你就算是真空到太陽 都會經過真空的情況裏面 那個 radiation 會不會一樣飄到過來地球 是不是 那個熱力 我們感受得到 所以怎樣真空是能夠將它絕 即是隔熱呢 這件事我 我都摸不清 不過報道就是 用兩尾東西 簡單講一句 就是用 打造一個最低溫的 負269 再來一個高 高度的真空情況裏面 是延續是 做那個 一百零一秒 一百零一秒 的那個 這樣的試驗 是可持續性的這樣來 有這樣的核聚焦變化 相當不說得 好了 講完這樣的科技之後 究竟對我們現實生活 有些什麼的關係 先 那就是 做這個呢 是比起普通的 核子反應堆 做這個核能發電來講 環繞厲害 因為 這些核聚變 在地球裏面 都是很豐富的 方式能夠 這一個物質 怎樣去用什麼物質 不是用那種 那些 居里夫人用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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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是去變的了 那不是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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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另一種很廣泛存在在我們這個世界上 但是要令到核聚焦變 然後就產生高溫 高溫的大量的能量 然後推動那個渦輪去搞那個dynamo 就是這個發電機 然後製造能源出來 這個也是跟我們中國踏在下一個階段裏面 2024、2028和2030 是要解決了在太空上面造電的 一個電力的中心是很有關係 目前在太空上面 你用兩種就是 一種是具體來說 就是展開那個solar panel 太陽能的那個吸電 吸太陽能板 但是這個效益不高 但是拿著一些電去頂引先 另外一隻就是用這個 核子反應堆 微型的核子反應堆 所以在火星上面那隻 那隻這樣的 Endeavor 那隻這樣的 那隻這樣的 Rover 它就用核能來推動 所以就是 始終都是用核能 那中國現在呢 就在這個核聚焦變裏面 有一個這樣的 新的突破成績 也都配合著它的計劃 就是2024年 2028和2030年呢 就要做這個太空的發電站 那我來推動這個太空的事業啊 設立的月球的基地啊 這個太空倉啊等等呢 那這些不要說 不得人害怕啊 再加上 是其他的 各方面的支援 那我就寫篇文章就說 這個太空事業呢 希望我們香港的年輕人都能夠 可以 分享 和先參與 參與這個太空事業的發展 說回這個 一六幾幾年的時候 這個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啊 發現澳洲啊 諸如此類的地方 當時 開拓是海洋事業 那個我們錯過了 雖然說是 這個 明代的時候 曾經 還早去幾百年呢 就已經落海 來去 三寶太監下西洋 都是去一下這個 南洋啊 遠至 非洲對開的 馬達加斯加群島那裡 但是我們就沒有那種 叫做什麼呢 是佔有慾 我們只不過去那裡 探求一下這些地方 了解一下環境 我們沒有一種 殖民的 殖民的心態 我們有一種 求之慾 在今時今日來講 我們前世 入不忘後世之師 我們不做殖民 怎知道 其後就是 西班牙佬 做了這個殖民 開拓這個海洋事業 英國呢 其後就直接是 將它那個 殖民地的政策 推展到全世界 所以有叫做 不日落的國企 那 今時今日 太空事業的發展 我們已經是 可以說 直接追上 美國在這方面的成就 但是我們不會自滿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既然有這樣的能力 我們要怎樣重新 部署 太空的事業呢 這些呢 我相信國家已經有一套 的思維 有一套的策略在那裡 你看 我們不單止是 在火箭啊 技術方面的開拓 連是接受這個 外太空的那個 信息方面來說 我們都不 不掉以輕心 所以在這個貴州那裡 除了是有這個 茅台走 我們還有一個 很大很大的 天線 那這個 我們來接收什麼呢 外太空 文化 外太空的那個 信息 如果你加強了這個 信息的 連繫 我深信 也已經 建立了某些程度 的那個 連繫 外太空有沒有生物 一定有 這個世界 怎麼會只有 人類自己 這麼孤獨 有自己存在 必定有他人 是不是 所以有你也有他 有你 有我 也有他 就是這樣才是 是自然的一個 就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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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 那麼我不會覺得是 為我獨尊 這個宇宙上面 我們很 lonely 只有自己在那裡 我想這一種想法是 是坐井觀天 井底之蛙的想法 那麼 所以如果 你肯 接受得到自己存在 必定有人地存在 所以這個 貴州的大禍呢 無緣無故中國要花這樣的錢去做 無緣無故美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禍去做 那當然是有了道了 如果不是 用來做什麼呢 你如果不是在外面 有信息 你的見識 那 你如果不是這樣 你怎麼會弄一條天線 那天線就是一個 收 信息你才能看到 所以我就說什麼 在今天 談論到 新中國 和這個共產黨 成立了100周年 完全不是容易 從1921年到 2021年 所走的路 是不平凡 還是很癲癲 很崎嶇 哪下是前路是崎嶇 但是目標 是清晰的 是一片光明 一定要照著那裡去 今天跟大家說 就是這麼多 很多謝很多fans 給我的鼓勵 有很多事情 我也不知道 現在我發覺 有很多fans 給我一些信息 我就說 你要這樣做 有些人很支持我 有些人開始 因為有別人的惡言重傷 思想方面 亦都會有 有少少變 然後有些東西落差 多謝各位提醒 善意提醒 但畢竟在 任何工作 在哪裏工作都好 又不會完全 100%人會讚賞 或者支持你 這個又是現實 對不對 一樣米養百樣人 今天跟fans 他們很熱情地過來 跟我慶祝生日 我又不是很習慣做生日 但是他們這麼熱情 我又不能夠拒人於千里 吃飯期間裏面 言談之間 他又說 哎呀 誰這樣這樣這樣 嘩 我都聽得到之後 頭都暈了 原來是這樣 我又因為 看WhatsApp都未必看得完 WeChat更多訊息 很多就在那裏有不同的 說話 這個 這個跟那個說 每個群裏面都有不同的言論 雖然大部份都是鼓勵和支持我 但是期間裏面也有些變 有些人認為 何君堯經常批評政府 是不是反政府 絕對不是 一個在文明開放 和民主的社會裏面 我們可以說 有不同的聲音 也有兩度 會海立白川 所以我們提出批評 無論是要求通關 防疫 以及設立23條 以及改革我們的立法會等等 我們都是百花齊放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聲音是說出來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但畢竟 是客觀的結論 就是說什麼呢 如果沒有23條 或者這個維護國家安全法 這一方面 我們推動到出來 香港今天 2019年的風暴 黑暴風波 還是未平復 所以是平定這個社會亂象 是維護國家安全法 是不可缺少 也很高興我們 在2020年的時候 推動23條 而拿到 這個維護國家安全法出來 但是這個工作未完 仍然大家都要去推動 做餘下的功夫 就是23條立法 所以我在文章裏面提出 就是這些工作需要辦 稍後叮噹 大概下個禮拜三 我會有一個議員的動議 就是要做這個司法改革 當中裏面也會提到其中這一部分 暫且和自己做少少廣告 但是詳細的東西 都會賣少少關子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立法會裡面的議員 那個動議好不好 今天講到這麼多了 我們在這裡 撥亂反正 破格求變 我們一定要越做越成 最後